嗨大家好我是小許娜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這週的GNN 也就是上禮拜的彩蛋預告的地獄集 魚姬 那這個之前是官方一個魚人節吧 我記得是魚人節的企劃 然後這一次呢正式推出 大家也知道官方以往的這個魚人節企劃呢 通常都會這個變成真 那他就是在下禮拜的地獄集會登場 那另外呢西亞神救急熔練呢 其實他這禮拜沒什麼資訊 只是就是先預告一下這樣子 下禮拜的GNN比較令人期待啦 那我們這邊還是講一下這一隻魚姬 那這隻的話是禮拜五7月17號 然後他是暗屬性的人類 那大家知道他是向羽的老婆嘛 那他的隊長技能是這個優媚戰機 那這個技能很廢啊 只有5倍而已 然後必延2秒 還要首批消除所有暗 才會額外1.5 那這倍率其實也不高 所以我們直接略過 那再來呢我們看到他的主動技能 其實就是搭配向羽的 會比較好用啦 那放在其他隊伍裡面的話 就... 比較沒有那麼好用 不過還是有他可以用的地方啦 好了我們先看第一個技能是 選一種符石 然後這種符石就變成人族強化符石 也就是一個增傷 就是一個增傷 不過單純就這個增傷CD8來說 其實沒有很好用 除非是什麼人族強化盾這種的 那這種拼圖盾就可以用 然後再來的話 首批消除所有該種符石的話呢 自身還有這個破陣無雙向羽的攻擊 無視指令形狀盾 這邊就是算是低配版的旁貝 因為通常我們向羽雜射的話 要破拼圖都會帶個旁貝之類的 那純光向羽的話 其實有很多解拼圖盾的方法啦 包括帶星矢雷雜 或者是帶這個破拼圖的龍科 那所以我們就不討論純光啦 我們討論雜射向羽的話 通常都會帶旁貝嘛對不對 那他就是低配版啦 因為他只有自身跟向羽攻擊無視而已 其他成員的攻擊 還是會被這個指令形狀盾影響 所以的話 其實就沒有破拼圖盾的卡片的人呢 可以拿一下這張卡 然後他可以無視燃燒 這個也是向羽比較缺乏的 因為向羽的話他是無視黏斧 但燃燒的話他還是會怕嘛 通常遇到這個燃燒 我們都會開向羽的主動技 那如果你有這張卡的話 你就可以也不用開向羽的主動技 你就可以直接轉這樣子 那另外不包括煉獄之火 煉獄之火就是只要碰到燃燒就一定死 這種的 那一般的燃燒都可以無視 那再來消除符始的種類越多 全隊攻擊力越高 最多可以提升到2.8倍 那這其實是一個還不錯的增傷 因為他CD8一定要給多一點東西 如果CD8只有這個增傷的話就不好用 但是他給的東西蠻多的 所以這張算是平民好用的一張卡片 所以你有向羽的話呢 記得一定要刷這張卡 特別是你沒有龐貝的話 你也沒有破拼圖龍科的話 建議可以刷這張卡 另外呢他這個無視燃燒的話呢 感覺不用放在向羽裡面也會觸發 所以他的暗 暗屬性的無視燃燒的卡片 另外也有增傷 所以也算不錯的一張免費卡啦 那這邊的話就建議大家刷啦 那喜歡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右下角按個喜歡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